他就是台灣雙語五法黨的立委候選人 肖林宏 在台南市第五選區競選 他在競選公報上的證件欄 寫著目標0票 卻意外拿到38000多票 原本在旅行社擔任導遊領隊的他 十年前退休了 他說為了衝高政黨票 推動科學英文教材 才出來參選 意外拿到近4萬票 敵方盛傳他能獲得100多萬元選舉補助 但選委會澄清 他的票數未達當選人 也就是對手林俊憲票數的三分之一 無法拿到補助金 不符合競選費用補貼的標準 肖林宏只差3000多票 就能拿到選舉補助 民眾也為他感到開心 這個生活 不可以說 觸避來形容 明星思辨嘛 想要另外一種選擇 不一定是所謂藍綠或顏色 我也真的很困擾 親戚朋友都來說要我請客 錯誤的傳聞讓肖林宏很困擾 他再三強調 只能領回20萬元的參選保證金 TVBS新聞顧守昌 檀檀報導 TVBS新聞網APP